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杨大气这个角色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斜杠青年 他就是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他当YouTuber 介绍关于理财的知识 他创业研发一台AI智慧的咖啡机 他对于金钱的概念是 不顾一切 以小博大 他就是一个很想要赚大钱的人 漂亮啦 50万 杨大气可能他有那种八面玲珑的样子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这个角色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 当他面对很有钱的老板的时候 他就是会展现他的可爱 展现他的亲和力 当他面对像周永晴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 他就会有不同的态度 就觉得周永晴什么都不懂 周永晴死脑筋 周永晴没有我聪明 抱紧抓你 老板 那你就跟我说 你到底要怎么样 去伸出这个一千万 我现在就去伸给你看 我觉得杨大气 他这样子的多面向 是一个这个角色 我觉得最复杂 但是也最好玩的地方 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 我们会陪你一起解决 况且我们有一个 整派今年讨赛高手 这真的是我从以来最油的一个角色 杨大气干什么 跟搭配的堆戏更好玩的地方是 我们好像很容易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默契 从一开始堆戏就是这样 所以我也觉得蛮特别的 周永晴 杨大气没有你不行 大灾时代是一步在现代社会当中 大家很明确可以看到不同的人 面对债务压力的处理方式 同时很给人希望 很给人正能量的一个心